出发前就check过APP说今天不适合飞 因为浸风都挺大的,达到37公里每小时 正好作为一个大风的测试 我们出发的目的地会去到飞鹅山 起此的地点就位于齐德一块空旷的地方 选择这个地方的原因就是因为 跟飞鹅山的距离不会太远 其实大约是2.5公里左右 好了,那现在起飞了,事不宜迟 那一开始就爬升了 希望那个附近的建筑物保持一定的距离安全 现在已经去到100-200米了 再不断爬升到300米 高过了九龙湾的大厦 就开始swap mode向前推进了 那现在画面是较4倍速度 是快的 那画面都很长程的 那起飞前呢,我当然是查过呢 我走这条路径不是那些行路 就好了 要小心点 因为已经近三边了 还有我已经爬升到 高度500米 已经是这部机的追尽了 那来到这里看到日落赤 和自杀验了 那我的高度呢 大约是最多来到这里 就没办法再爬升到灯塔的位置 那来到这里呢 我就转回普通 mode 那就慢慢向前推进 一些 其实现在已经走到2.2公里了 距离我的目标2.5公里 都是差不多的 那耗电量呢 已经剩下65% 还有我刚才走过来的 那个 时速在这里很慢 应该有少少逆风 大约刚才都是 16米 或者是1次 那样 好了,再移近一点 那再看清楚点 这个地方就是上次三火 烧了那些树木的地方 你见到啡色一堂 以达智能返航点 好了,现在由 飞行70秒后自动返航 那这个时候是62%点 那我打算再推前些少少 再近些少 2.4公里 看看可不可以去到2.5公里 那 先看几张照先 你见到下面呢 有几个行山人士在那里走着 好,那我去看几张照片 那我现在就一看几张照片 这两位行山人士 就看几张照片 就看几张照片 那我转换拍摄模式 接著再拍第二幅 再轉看到電視塔拍第三幅 看完自殺眼 接著第四幅就拍完遠景 有獅子山的 加上自殺崖 背光著太陽 看著整個狗狼都拍一幅 接著再拍一個全景幅 按了按鍵之後 就會自動拍二十四張照片 這個時候不知為何彈出一個 我移動設備CPU滿輔載 相關性能受到影響 接著來 他自動中心在影響 有獅子山的設備 不知為何彈出一部分 有獅子山的設備 我只能將主角過來 這樣有獅子山的設備 已經有獅子山的設備 現在開始迴航了 向前推中的速度都是16m左右 都不是很快 可能我在這個高度都大風 剛才有個紅色指標說 飛機遇到強風叫我降低高度 來到啟德的地方 我就降到400m左右 電量其實還有34% 我在這裡再浮船一陣 拍下附近的環境 這個啟德發展區 還有很多地盤在開工 一掃一掃去九龍那邊 剛剛來這個地方就慢慢下降了 現在已經下降到300m了 推到最後其實下降的速度不大快 大約是3.5m左右 這樣就下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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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身裏有個鞋子,大約可以飛機移動,去擴充程度是怎樣的 多謝大家收看,我以後可能也會拍攝一些航拍片 我可以拍攝的小孩,在我的天啊,在裡面 我可以拍攝鼓勵,去擴充程度是怎樣的